受予一切 2010年 賴清德就任第一屆 大台南市長 妻子吳美如 首度露面 成為焦點 再次見到他已是四年後 丈夫連任台南父母官 其實有沒有特別戴什麼幸運物 沒有耶 平常心 有特別打扮 有 吳美如勉腆回應 發現妻子陷入窘境 賴清德一個轉身 戶在他的前方 2020年 賴清德成為 中華民國副總統 鮮少露臉的吳美如盛裝出席 比上次露臉已事隔六年 他當然一開始反對 他一開始反對 為什麼 因為他沒有預期我會從政 對 他認為從政也太辛苦了 賴清德走從政治路 算是岔出了吳美如的人生道路 自賴清德當政治人物 吳美如始終保持低調 原本他在台電台南營業處上班 賴清德當選市長 更是自動請調到高雄 每天甘願花兩小時來回通勤 他們公司的婚傷喜情 他也不會叫我去 那他也不會說代表我支持 或者是代表我攻擊 他也都沒有 身為政治人物的妻子 但是離當戰盡媒體版面 吳美如卻是非典型官夫人 鹹少露臉 更黃論插手紋正 但是在台面下 中湖村我是第一顆沒錯 不過萬里村 萬里村是在街上 我不是第一個 我的前面有兩個 平時力上見中 賴清德謙虛而不自負 翻開畢業紀念冊 內建的名人 還有前行政院長江儀化 國民黨主席朱立倫 身處精英環伺 高手如雲的校園 來自偏向的賴清德 隱隱約約感覺到壓力 月考第四月考 我們也很緊張 也不知道要考什麼 我看我同學 我再看一份書的大本的書 我再問我 那你這次在看什麼 他跟我說看我會幾分 我會七分 你聽不聽不聽 我這次不哭 雙倍啦這不哭了 高一 第一學期月考之前 我們同學看我會幾分 輸入一步 那才輸入 賴清德目標很清楚 大學他要考上醫學系 因為我們那個鄉下 窮鄉屁人醫療不方便 但我媽認為 如果有辦法當醫生 幫助街坊鄰里 出名桃位 然後生活的條件又很好 他也希望他的兒子 能夠過好一點的生活 賴清德最後沒考上醫學系 進了台大復健系 大學生活他不是有你玩四年 兼家教自己賺生活費 忙碌的生活中 緣分也悄悄來臨 他陪他弟弟考高中年考 那我陪我同學的弟弟 考高中年考 我在同一個考區 然後大家就聊天 賴清德發呼情只呼禮 隔了幾年才敢放膽追求 後來也知道 知道會有很多人救贏 我喜歡怎麼選電話 原來賴清德長得下 吳梅如的舅舅 而舅舅也信賴 一份親切感讓吳梅如就此認定 賴清德應該是個能信賴的男人 大學畢業後賴清德服兵役 放假不容易 時空的阻隔也沒中斷兩人愛意 他幾乎是每天寫封信 還鼓勵我 這份愛值得珍藏 因為賴清德抽中金馬獎 赴金門擔任少衛排長 別說隔了一道海峽 1980年代 雖然兩岸不再劍拔弩張 金門當時仍屬戰地政務時期 管制嚴密 在那當兵並不輕鬆 那是非常不容易的 因為那裝備都不舊的 所以我們那時候花了很多工夫 去整理 結果這個路子不得人來 問我的問題我都回答到了 因為他打的分數幾分你知道嗎 零缺點 等於是滿分 就零缺點 退伍時賴清德 貨班十大優秀軍官 回到台北在人機醫院 擔任物理治療師 有感於自己在醫學專業上的不足 賴清德兩年後再考上成功大學學士後醫學系 開啟他與台南的緣分 這年他28歲與吳梅如結婚 成了家成為醫生的理想也更近了一點 他課外老實說 常常來請教我上課以外的醫學的事情 明醫含梁成既是賴清德在成大的恩師 也是賴清德敬重的前輩 在成大後醫系賴清德以第三名畢業成績右翼 直接被留任在成大醫院擔任住院醫師 不像現在病例數位化 早期仍需手寫記錄 而賴清德經手的病例報告 總是清清楚楚 我也曾經問過他 他說這個也不是只有我看 有很多人看 特別是病人有比較危急的情況下 要了解 還有些人血亂七八糟的 沒有人看懂 他這一點就已經想到 會想到別人的立場 有時候我們在值班的時候 有些人已經很累了 要快想回家 有些人是趕快想去看妻子看兒子 可是很多人就這樣講 跟他接他的班 或是被他接的都沒反樂 自此台南成為他第二個故鄉 執行既是救人的使命 阿威說是幾隻手指 他講三隻 兩隻他講三隻 那我就拿一個手指 讓他自己碰鼻子 在碰我的手指 他碰不準 我說他趕快去做電腦斷診 曾經幫助病人 早期發現腦出血 避免汗事發生 賴清德也曾遇過 溜毒症的阿婆 不運起勝 想說阿婆 他媽媽回我什麼話你知道嗎 我沒有要洗心 眼睛很大就這樣看著我 氣得我不用說 阿你這個不用洗呢 喲 火啊 阿你這個不用洗啦 你只要煮一隻小牆 把火撈出來 撐一台雞鏡 還有把火撐給你 就是這樣而已 你不用洗 其實那個就是洗腎 用巧妙的溝通方式 說服長輩洗腎 老人家原本強硬的態度 也被賴清德融化了 好 你做 然後我就罵他兒子不孝 你想我嗎 我真人 把我油漬鐵出來洗 我敢給你打擾 一星期還要洗三次 忠實後來 從醫界轉戰政壇 賴清德依舊秉持衣食專業 無論在高鐵上 或跑行程途中 都有他救人的身影 交接運訓 2017年9月 賴清德接下隔魁一職 玄疾拜會寒涼城 並在寒涼城診所後院 種下一棵子壇 以表紀念 因為恩師對於老人照護的理想 賴清德有能力為他實現了 我跟賴清德 就常常跟他講老人醫院的事情 老人研究所之類 念舊不忘本 對後輩的提息不遺餘力 這是師長給賴清德的評價 謙虛學霸衣白跑下 賴清德還有更多報復 等著實現 天下 天下 社群